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跟我学啊 就是 这样 这样 对对对对 你再乐着点 对对乐着点 这是干什么呀 别走啊 别露露 怎么样 白总 你这不是手机吗 怎么还能拍照片呢 别逗啊 你装傻还跟我卖萌 别告诉我 你连苹果都没见过 凭苹果当然见过 我们这村山上多的是 我的妈 孩子 我说的不是那个苹果 不是 你们村苹果多少钱一个呀 我们这儿不论哥们 论金呗 你们这儿多少钱一个呀 你没多少钱 五千多少钱吧 这 你 五千多少钱 我跟我奶奶能活好几年呢 这 什么苹果还那么贵啊 奶奶 我呀 和你 就聊不到一块去 你知道吗 整个一对牛谈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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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真是最爱的 你真是 白老师 您老家好来 找您跳完整舞了 真是小孩 她没想着 白老师 她的小婶啊 你兄弟什么玩意儿呢 这个好 这我儿子刚给我买的那天 因此不好啊 关怒 关怒 苏不苏啊 多少有点文化的人 谁会拎这个呀 这如今晚 MP3都过时了 你还拎他出门 肚不肚啊 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 您多有文化呀 不是 我就说这么一句话 你怎么就脑了 你等会儿我 不是 宁子 今儿中午啊 我赶紧追去 有你什么事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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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奶奶 看什么呢 你没看什么 穿上件衣裳 这京城不比乡下了 再说了 这院里住着萱萱的 出来进去光大宝那像什么样子呀 不是 奶奶 这北京 这大北京 讲究可真多呀 你说这萱萱还不回来 这一女孩子在外头飘着 家里得多操心啊 卡贼 出来进去长点心眼的啊 别让人欺负了学女 明白了 快 拿点医生 上外头营营她家 快去啊 你去 行 你给我去老奶奶奶 老大 白总好 不是 干嘛去啊 接萱萱 什么 接萱萱去啊 你没事吧你 咱这院里是没人了 这怎么着 用不着您操心啊 萱萱 萱萱 您可回来这么晚呀 不是 你们这什么公司啊 真好不喜欢人哪 真是 你辞职吧 我不干 你养我啊 养你一辈子 还认真呢 萱萱 你下回来加班给我打一电话 我开车接你 是不是 这现在外边多乱啊 万一碰见色狼怎么办 色狼要是遇到我算他倒霉 我把你打到他门那早眼 就您啊 这吸胳膊吸腿了 这 怎么样 不相信是不是 那试试看啊 那怎么着 怎么着 还真的呢 来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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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什么呢 大呼小叫的 这胡子狗都听见了 吃饱撑他 我们这闹着玩呢 蔡老师 他欺负萱萱 谁欺负萱萱了 什么 你欺负萱萱 我不跟您说了吗 闹着玩呢 一边闹去 萱萱萱萱 对 萱萱啊 不是白叔我说你啊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老回来这么晚 万一要出点什么事 我怎么向你老爸交代啊 有什么好交代啊 呦 你不会是离家出走的吧 白叔 世界之大到处都是我家 我回房间了 带杯 我呢 嗯 女孩 都孩子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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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年头 怎么欠债的比要债的还要嚣张啊 三天之内 如果军美的款式追不回来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买机票回台湾了 我不要 我才不要就这样回台湾了 那就另谋高就 我们公司太小 养活不洗你了 我给你 看不出来 这家伙 身材有这么劲爆吗 这小丫头 原来你也好这口 来了 来了 姜汤来了 来 快喝点趁热 不行 我现在太疼了 喝不下去 就喝一口 你先放在那儿 一会儿喝好不好 你呀 每个月都疼成这样 来 把腿往这儿 让邱大夫跟你好好揉揉 这儿 是这儿吗 嗯 老婆 我听老人说呀 如果生个孩子的话 这以后就不会疼成这样了 邱孟非 这才结婚多久啊 你就要反悔 老婆 你真想让我们老邱家绝后啊 结婚的时候怎么说的 说好了不要孩子的 这才过了多久 你就开始扯赖了是吧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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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我不好都说我不好 都说我不好 来来来来来 不想要咱就不生啊 人家还不是看你疼得死去活来 心疼你吗 早都听人说了 这点疼 比起生孩子疼来根本不算什么 巷子的事怎么样了 我都安排好了 明天呢 你就在家好好待着 公司有我呢 别操心 看你这话说的 我能不操心吗 这公司是我一手创立起来 废了我多少心血和青春呢 我知道 我老婆是财貌双全的女强人 什么女强人 我要是真想当女强人 我会把公司法人的名字 换成你吗 好吧 好好夸夸我老婆啊 我老婆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管得了账房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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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 军美的账要回来没有 还没呢 钟雨山这个台湾丫头怎么回事 来了大陆谁吐不服啊 这钱要是要不回来的话 会影响后面的项目的 万一咱们这个项目谈下来的话 资金怎么运转 你放心吧 我做好两手准备 万一资金不到位 我就向银行申请贷款 你疯了 贷款 那能怎么办 咱不能眼看着到手的项目 让别人给抢去 算了 我亲自去要账 那怎么行啊 哪有老板娘去要账的 你放心 我已经跟钟雨萱 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三天之内 账不能到位的话 就让她卷铺盖走人 这对了 对这种嗲声嗲气的小丫头 就是不能太客气了 公司最近这么多事 我还是去趟公司吧 老婆 你看你都腾成这样了 在家好好歇着吧 公司有我呢 没事啊 好点没啊 怎么 怎么了 不是 你怎么就那么不愿意 我去公司呢 求光飞 是啊 现在公司法人的名字 是换成你了 公司也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 但这不代表公司 就是你一个人的 咱俩现在是夫妻 你还不相信我 要不这样 明天咱们去工程处 把公司 还有房子 都写成你的名字 这行了吧 不是那个意思 我当然相信你了 我要不相信你我能嫁给你吗 我这不是害怕 不过我告诉你求光飞啊 万一有一天你骗我的话 老婆 你摸着我心口 我求光飞 向天发誓 如果我对不起谢丽莎 让我天打五雷红不得好死 你发什么事啊 我就随口一说 你还当真了 我这人多疑你又不是不知道 别怪我 我看你说的 我不怪你 我知道我老婆都是为我好 你说 你是不是对钟雨萱那个丫头 太客气了 你个醋坛子又吃醋 把毒素还打不完 你去做 奶奶早 起来啦 啥啦 啥啦 快点啊 你这嘎嘎 起来啦 嘎嘎 这京城不比农村 穿件衣裳 出去 哦 呦 白老师 您起来啦 走 呦 那小院您还收拾得挺利索的啊 还行吗 嗯 行啦 还不起啊 太阳都晒屁股啦 赶紧起来减肥 啊 你什么 快点 啊 江酒烟 白日的爱 月帅 天哪里 天哪里 好 那什麼 白老师 早点您想吃点什么 我给您做去 那厨房在这儿 您知道吧 啊 您呀 Wat industry 我呢 早上几个吃了不多 不解 您还得多坐点 让那几个孩子呀 吃完早点才上班 老爷子 你这 一大清早的就瞎折腾 早的呀这折腾 哎哟喂 瞧这身肥镖啊 这媳妇还不知在哪呢 这小身板就发了福了 天天让人家减肥 家伙事你治办了一堆 你练过几回啊 这都生锈了 不练给我扔腰外头去 省得那粘地儿 谁说我不练了 我先带我就练去 我瞧瞧 您带给我瞧瞧 走啊 那 瞧瞧 走 走啊 走 哎哟 行了 儿子 这功夫不是一天练的啊 你看看你接我 就这身板啊 行行行行 行了 又来了 我这刚有点动力 劈头干脸的这一盆水 泼得我 就凉一半 大老师走 哎 走 走 走 哎呀 如此不可教育啊 嘎嘎 嘎嘎 这可练了 练什么呀 您急着 我看着 这样嘎啊 这身嘎嘎嘎 嘎嘎 嘎嘎 这身嘎嘎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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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身嘎嘎肉怎么练的这是 嘎嘎这身嘎嘎肉啊 那可是苦练出来的 他爹死得早 他那不招调的娘 把他扔下进城就没回来 我都老了 家里农村的那地里那活儿 全是他一人干的 哎呦 孩子啊 农村孩子受的苦啊 你把脑袋想破了 你都想不出来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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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跟我一样 没娘的孩儿 苦命能挖呀 那什么 咱们不说这个了 那洗手吃饭吗 哎 嘎嘎 以后你就跟着哥好好干 哥不会亏待你的啊 嘎嘎 谢谢盈哥 谢谢盈哥 盈哥 往后 你知道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好 嘎嘎 去叫叫萱萱吃饭 哎 哎 我去我去我去 我去我去 萱萱 这么早出门啊 吃完饭我开车送你来 不了 我赶紧出门了 啊 萱萱 这地瓜面啊 是我从老家带的 自己压力里用的 一点化肥都没食 也不知道您吃的 惯吃不惯吃 您别说啊 平时吃怪的大鱼大肉啊 猛不丁的 一吃的农家菜 感觉不错 人家别端着了啊 来 我跟你说啊 这炸酱面啊 跟这都没法比 来来 哎 这才叫纯天然无宫菜 环保原生菜 你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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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总啊 原生菜是什么呀 原生菜啊 原 原生菜 原生菜我告诉你 原生菜啊 跟你说你不懂 赶紧马上吃吧 吃完了以后 我带你上台球厅 咱 咱接客去 哎 那怎么说话呢 你现在是有员工 当老板 当老板有个 当老板那样子啊 生意靠经营 买卖靠打底 懂吗 嗯 走了 来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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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走 咱俩 我说 您有话能不能 你这说完了啊 不是 那个 孩子啊 这儿呢是京城 不是你们乡下啊 那个 那个 你看你啊 要跟着白总上班去了 这个穿戴呢 要整齐 哎 仪表呢 要得体 你看你穿的这样 怎么能出门呢 嗯 这 这怎么了 你怎么觉得挺酷的呀 这我还有这身肌肉 我都出去不穿衣服 那你就别出去了 哎 哎 小子 来 跟我来 歇会儿 快 快 快 你这 快 去 来 来 你又干嘛呀 这事啊 这又不嫌磨叽了 贺总 您好 我是出门外公司的周宇轩 麻烦您再把忙之中 给我两分钟 两分钟就好了 对不起 我一分钟都没有 贺总 贺总 您别这样 贺总 对不起 小心 贺总 贺总 嘿 真是 人是一马是安 嘎到村上白老师给这身衣裳 嘿 太精神了 哈哈哈哈 我这身衣服啊 它可是好调子呀 哦 贵了去了 嘿 哎 奶奶 哎 这身衣裳 跟 跟我师父那差不多 哎 你好 好看吗 好看 嘿嘿嘿 好 你至于吗 赶紧开门做生意去 啊 你怎么跟李小龙似的 那李小龙是谁呀 嘎子 你确定跟我 穿那身衣服出门啊 我奶奶说了 让我全听白总的 行 你先把眼睛闭上 闭眼睛干什么 快点 快闭眼睛 行 好了吗 行了 这个有 我看看 好看吗 好看 够 够啊 够什么呀 跟我走 行 走走走 奶奶让我走了 慢点啊 韩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大家走 呦 李婶儿啊 您子啊 大清早看见您可真心事啊 你这是干吗去啊 我这不得赚钱养家吗 是 回见了您呢啊 白老师 那我回去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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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来了您 您里面请 您慢点啊 哎哎哎哎哎 哎呀 看李婶儿啊 坐坐坐 好好好 老家来亲戚了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们家住在这黄层根底 到我这代啊 都第四代了 哪有这亲戚啊 哈哈哈哈 一会儿跟我到公司 把嘴给我逼紧了啊 不让你说话 一个字都不能说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啊 哎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我是说让你到公司 都别说话啊 啊哎哎哎 知道了 你说他不说话呢 还挺唬人的 这一张嘴这一乐就完了 你站不站 你站好了 站好了别动啊 你看我啊 把眼睛绷住了 把脸绷住了 眼睛 瞪 瞪 厉害点 哎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你笑你不能笑 听见没有 为什么 哎我 你说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我跟你说什么 你照做就行了 没那么多理由 听见没有 那是为什么呢 你还为什么我 这我 我气死了 那什么 三国演艺你看过没有 看过 主题旗舞的会唱 滚滚长江东 行行行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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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我都找着你的点子 要说是北京文化呀 白老师 您绝对是这个 哎呦哎呦哎呦 您捧我 绝对是真心话 我今天来啊 就是请您出山晾学活的 嗯 是这样啊 我们几个老姐们啊 想参加社区的那个会演 特意请您来给我们当导演 哦 排节目 对啊 那不是顺手捏来的事吗 不急 我这刚骑上茶 您来一碗 呦 她离婶 离婶先来衣服啊 哼 我来的不是时候吧 不不不 试 试 试试号 试试号 你这带的是什么呀 哎呦这个可好 这是我托人买的 您衣服打降压药 您先用试试 我血压不高 我不用那个 我 您有那个 治全线的特效药 给我拿点 看来一时半会儿 不会有什么事 我抓狂找我儿子去 拿车 就这儿呢 这儿呢 银哥 你还有大汽车呢 算什么呀 这马上就换宝马了 怎么着 北京也要骑马 骑什么马 还骑驴呢 还骑马 骑驴好 赶紧上车 赶紧上车 这 哎哎哎 那是你坐的地儿吗 坐坐 后边后边 又怎么了 没门 爷 爷 来 这儿呢 来 上去吧 哦 您坐好了啊 您坐好了 您坐好了 对不起啊 有没有给你不让进 我这儿了 我这儿了 你坐好了 我这儿了 好 我这儿了 我这儿了 假的 出身武林世家 就像你的呀 十个八个你都进不了身 吹死你 吹不吹你试试 真的假的呀 别拿人家下午的了 有本事来一趟 十个人一球 行行行啦 我这地可是正规的娱乐场所 打不你啊 咱俩给我去趟派出所 我不去派出所 我又不是小偷 我去派出所干什么的 不是 谁说你是小偷了 你害怕派出所干吗呀 你是不是要找你二叔 我正好有一发小 在派出所管户籍 像你这种情况呢 问问人家看看 能不能帮帮忙 我能把这事干忘了 哎 人家的事 你那警察叔叔都跟我说了 有困难 找警察 我没想到 你没想到的事多了你 哎 颜哥 还是你聪明 严肃点 完了这什么地儿呢 公司这事 是 白总 够 走 走 就那天来那老婆 人得工作 真的没到 白老师 我 我 我想跟您商量一根事 什么事 您说 我想上趟东巴里砖 东巴里砖 您认识吗 不是那个鼻子底下有张嘴吗 不认识我告诉您 出咱们这胡同 坐715公交车就到了 好 我去去就回 哎 哎 我说到熙奶奶 早去早回 别耽误了 做饭 您放心 白老师 绝不耽误您吃饭 慢走啊 走了啊 对了 您出门啊 往东坐 哎 你哪那么多事 快走吧 走走走走 不应该呀 啥吧 你二叔是叫邱明丽 就叫邱明丽啊 邱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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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字太俗了呀 你二叔肯定改名了 不可能 这名字是我奶奶给他起的 他怎么能随便换名字呢 这北京城啊 上千万的人口 你想找一个人确实不容易 不你也别着急 啊 咱不都跟人电话话了吗 只要有消息 人肯定会告诉他 你呀 就踏踏实实跟我干 啊 你放心吧 颜哥 我肯定好好干 五十七号 五十七 五十七 这回就不怕找不着家了 周雨萱呢 这一整天了 怎么都没看见他人 给他打电话 没打过电话了 他跟军美的贺总在一起 你别告诉我 他一天都耗在那儿啊 以他的个性啊 能干出来这种事 不是 听你这话 你跟他很熟啊 这么了解他呀 我告诉你 一个台湾女孩 能跑到北京来 那就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老婆 你想说什么呀 你有事 你直接给他打电话 不就得了吗 甲方提出修改方案 我都忙死了 哪有心情顾得上他呀 我就是给你敲警钟 别人家台湾女孩一发点 你就只剩下哼哼了 你看 又吃醋了 好好好 以后咱公司一个女的都不用 清一色的小龙头 那人家还以为进错妙门了呢 人家听过这人redge 人家人员 哪有心情 你不能不去到北京 你不能弄 estud 你公司人员 做不 mistress 大兄弟 跟您打听打听 这八里庄怎么走啊 这儿就是 这儿就是八里庄啊 大兄弟 我跟您打听一人啊 秋明里 您认识吗 老太太 这一片都是东八里庄 我呀 不可能都认识 这是京城 不比咱们相见 一个村的呀 家家都认识 是这么回事 老太太 您是来北京 走亲戚的吧 我是找我儿子来了 你儿子可也真是的 他怎么不来接你啊 娶了媳妇就不要娘了吧 不是 大兄弟 你这不能这么说啊 我儿子特笑的 我跟您说怎么回事吧 他给我那电话号码啊 我少记了一个号 那个地址我也没记全 我跟你说 我儿子 全村唯一一个考进北京大学生 他在北京干嘛 您知道吗 大老板 大老板啊 那您就等着想清福吧 贺总 谁就是你 你怎么还没走呢 我在这儿等了 您一天就为了介绍您一面 你说我这工作容易吗 这年车谁都不容易 贺总 您太谦虚了 您是财力雄厚的大老板 我只不过是一个领薪水过生活的小职员而已 我们公司那笔款 对您来说 只是九头牛身上的这么一根毛而已 您就行行好把款结了吧 不然我就要去喝西北风了 像你这么尽职尽责的员工 彭飞要是再不知道珍惜 干脆 你不如啊 跟着我干 我这儿正确一面说 贺总 这是您说的 这样吧 您把款先结 我回去把工作交结完 马上就来投盘您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成天跟我屁股厚道 那张嘴闭嘴就是钱钱钱钱钱的 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欠你情债 贺总 贺总 您是要去哪里啊 我呀 我约了几个朋友去泡汤 要不要一块儿 不用了 不打扰您啊 我可是实心实意地请你啊 您说我没叫你啊 不是 太闹了 那今天了啊 遇到原兔号北京 那这是干啥嘞啊 你看 你看这看点石 这块印象 这块都是醒的 咱噩咪味都造不结的 您可得给个号夹起了 行不行 看 这年头人比人气死人 大兄弟 我听你这口音 咱们俩的老家离着不远 达尼尔 那是同围的 你玩的 同围啊 太近了 我们家就是那些最穷的地方 我刚才听您说 这 这是捡的这个 对啊 背景的图好 你是哪儿了 开街了 我少回来 死到一块 比再喊醒的了 哎呦 菜哪儿剪的 你告诉我 哎呀 这块我就没法告诉你了 我要告诉你 我就死不到了 对不对了 哎呦 大兄弟 那句话怎么说的呢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在外地要遇见乡亲 跟亲人一样 你就带着我 啊 不是恶不带你 你看你这么大随俗呢 这块耍提了 是弄杯啊 还是弄烤了 对不对 来来来 谢谢你 哎 今天呢 不是 九十九块五毛钱 哦 我呢 就准够总数 哦 好好好好 一百万钱 好行啊 嗯 这样 啊 谢老伯 哎 你把这个 谢那个 行 老公姐 好 谢了啊 哎呀 老板 老板 那些东西都能换钱的 是啊 您 您是刚从乡下来的吧 老大大 可不是嘛 我是从乡下 我上这儿找我儿子来了 刚到北京 包啊 地址 钱 全丢了 那这北京地儿可大了 要想找个人 比大海捞针都难呢 可不是嘛 我跟您说啊 北京好人多呀 我刚来到这儿 不遇见难处了吗 就遇见大善人了 要不然我跟我孙子 就得争较花子 在人家家白吃白喝白过 您说这不是常事儿对吧 哎哎 您可以收费品啊 对吧 您收费品送到我这儿 我呀 保重给你一个工作 哎呦 您说的是真的 当然 这人出门在外 都不容易 对不对 这样 我呀 先给你讲一讲 这个哪些东西呢 可以回收 好不好 好 你看这个报纸 书 还有一些什么铜啊 铝啊 以后啊 我天天上巴里关 剪破烂来 既能换田 又能找杠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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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 萱萱还没回来 老爷子 萱萱没回来啊 你看 萱老师 我奶奶呢 我说我这儿是进老院的 还是托儿所呀 都跟我要人 我有那义务帮你们看着呢 你奶奶一早都出去到现在了 你说这还吃饭不吃饭了 你怎么让她一个人走了 万一丢了怎么办啊 不是 你这怎么说话呢 这院里谁要出门我拦得住啊 我管得了谁啊 哎 奶奶 哎呦奶奶 您可回来了 给我给我 您吓死我了 我以为又找不着回来的道呢 我能上奶奶 我上八里关打听女儿的叔叔去了 找着呗 找着我能一日回来吗 哎 我说那喜奶奶 哎 自打你们娘俩在我这儿住 我没说过别的吧 没有 哎 可是您要往家里摆了破烂 我得说两句吧 不是 白老师 那个您看 我们娘俩在这儿 白吃白喝白住 我这心里头啊 特不落人 我今天才知道这是宝贝能换钱 我这想摆咱们那饭桌上 这多添俩菜 哎呦 我既能收留你的儿住 就活差这俩菜窍啊 您说您要叫是往家里改楼破烂 这不畏生不说 进进出出也不方便啊 万一街风四林要是说出点闲话来 那我这 得嘞劳您家 您把它挡挡出去吧 奶奶 哎 我觉得我们老爷子说着再来 以后啊 那破烂您就别往回捡吧 营子 我知道你们爷儿俩都是好意 我心里明镜似的 你们爷儿俩要不带着呢 明儿我就不问家嘴 哎 就是奶奶 您就别往回捡了 我不是跟着营哥干的吗 他说了 不亏待我 您就踏踏实实的 往后我能正先咬着您 奶奶可没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这减废品不丢人哪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变废为宝 那什么 拿回去 哎 嗯 那什么 白老师 您想吃点什么 我 我这就给您做去 哎 吃 吃什么都行 哎 哎 真似 哎 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啊 别惹我 我快杀人了 怎么这是啊 受什么刺激了啊 他拉着个脸 谁欺负你了 跟哥说 哥给你出去 你没办法了 我没办法 在京城里边啊 只有我不想办的事 没有喝办不成的事 啊 说 军美公司 欠我们公司一笔款 老板下了最后通牒 要我三天内把款追回来 不然我就失业了 哎 我哪什么事呢 就这点事 不就人差你钱吗 抱在我身上了啊 啊 赶来 咋子 来 来 怎么了 星哥 萱萱姐让人欺负了 明儿一早 咱俩就给他出气去 我就想问问那孙子 啊 在京城里还想不想混了 干嘛把嘎子求进来啊 你不是说哥很厉害吗 是啊 不是 我啊 我不是 我这不是有现成的吗 星哥 什么情况 你什么情况 特别是吃花花 autour tells us 卡丹 让你扫院子 你怎么又比 给我让啊 樊老师早 樊老师 早 那早饭都做好了 您说咱们是先吃呢 还是等营子起来 一块儿吃啊 那少小子还没起呢 营子 你快起来吧 太阳都晒屁股了 让孩子多睡了 别叫 白叔早 萱萱早 萱萱早 早 我说萱萱 赶紧的收拾收拾 洗洗脸 少少牙 吃早点喽 白叔 我减肥 减肥 你这树子跟那个麦子杆一样了 还减啥肥呀 拜托 你有见过长成我这个样子的麦子杆吗